由新北市教育局主办、新北市体育总会以及新北市角力委员会协办 文山国中承办的新北市111年中等学校运动会角力竞赛 1月10号展开赛事 在开幕典礼上包括了新北市教育局专委、新田区长朱思荣 以及新北市议员金中玉、陈怡君、陈永福等人都到场勉励选手 全力以赴争取佳击 虽然我们在主场这边包括文山国中、达官国中、五峰国中 我们有主场的优势因为是在我们新店区 但是呢我也非常鼓励所有的来自于今天到我们现场的选手们 你们是最棒的尽量发挥自己实力 看到大家精神抖手相信已经准备好了 等下比赛的时候展现出个人的实力 拿到更好的成绩 新北市111年中等学校运动会角力竞赛 一连进行两天的赛程 第一天为国中组比赛 第二天则是高中组比赛 参加的学校多达19所 近300人参赛 新北市议员金中玉同时也是新北市角力委员会主委 他指出去年全运会角力项目成绩辉煌 这都是有赖于基层学校培育选手 因此鼓励国高中组的小将们持续累积经验 全国运动会我们得了七面金牌 一面银牌 一面铜牌 那因为我们得了那么多的金牌 所以说让我们新北市 整个新北市在全国的名次 可以拉到前一二名 那我们希望 所有的小朋友 如果说有很多体力 很多精力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学角力 那学角力可以发泄我们的体力精力 而且最重要将来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比赛 学到很多的经验 场上奋力的拼搏 场边的加油声不断 每一位选手都希望能够获得亮眼成绩 由于在新北市赛当中除了为学校争取荣誉 部分量级组别也关系着是否能够获得前往全中运的资格 所以竞争相当的激烈 就是期盼能够有机会为新北争光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